台中雾峰一栋铁皮搭建的神坛清晨窜出火苗 由于快过年了 神坛内对放了大批的炮烛 不断传出了爆炸声响 一下子整间神坛就陷入火海 还波及到后方的仓库跟平房 附近刚好有民众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赶紧通知家人逃命 另外在苗栗后龙一间旧式三合院也发生了火警 屋内一名90多岁的老奶奶跟外籍看护仓房逃生 还好这两起火警都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消防车迅速抵达火警现场 铁皮搭建的神坛已经陷入一片火海 甚至还传出爆炸声响 火势猛烈迅速串烧 由住户从楼上往下看 火水已经蔓延到后方的仓库以及另一间平房 消防人员紧急污水新关救 清晨五点多位于乌丰区自强路巷弄的这间神坛 突然窜出火苗 警铃的住户刚好有人起床上厕所发现 赶紧通知家人逃命 神坛负责人文迅也赶到现场 他说平常神坛内没有住人 因为要过年了 神坛内堆放了准备过年的爆炸 另外在苗栗后龙一间旧市的塞壳院 上屋也传出火警 屋内一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和外籍看护 幸好及时逃了出来 老奶奶的孙子接到消息赶了回来 虽然房子被烧了 不过看到奶奶平安总算松了口气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半个小时左右 控制火势 不排除电线走火 不过详细的原因还要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